双龙变电动驯猛龙CYU KWI MOTION纯电动修旅车 双龙应该早一点引进KWI MOTION纯电动车 一来可以吸引更多人关注CYU这个之前暂别台湾一段时间的韩国品牌 二来能够有效提升双龙汽车品牌形象 毕竟目前在台湾有贩售纯电动车的品牌人不多 但之后绝对就会有越来越多车厂关注 接着就会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来 届时双龙纯电动修旅车就没什么好稀奇的 还有KWI MOTION并非原生形态纯电动修旅车 而是以KWI MOTION燃油车款改装而来 像这样的车款当然是越早上市越好 否则等到专业纯电动车技术平台打造的新世代车款纷纷问时候 这些燃油加油店家纯电一余三次的就世代产品就真的没有赢面 所以像KWI MOTION这样的产品当然是先抢先赢 如果要和特斯拉正面对决 就只能靠价格与配备优势 基本上KWI MOTION没有问题 而是油车改电车一定有先天上的限制 首先KWI MOTION就是将燃油车的引擎室与油箱位置掏空 再想办法将马达电机里电池塞进去 最大限制就是驱动方式就只有前驱或四驱 还有锂电池容量很难突破80KWH 续航力受限 加速与操控性能也不可能和单马达后驱加双马达四驱的特斯拉相比 首先来浏览一下KWI MOTION的电能系统有多少能耐 前轴具备一只最大功率190HP36.7千克的泳磁马达 搭配400伏的电机系统 GND集团是走更高阶的800伏系统 锂电池容量为61.5千瓦H 车辆总重1765千克还不算太肥胖 续航力可达347千米不算差 YOTAT测试规范 系统效能在水准以上 只是电池想要加大至一般纯电动车那样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总不能把里电池塞满整个行李箱吧 因为是走400伏电机系统的关系 KWI MOTION的DC滞流快充效能不差 20%到80电能补充只需要33分钟 最大功率为80千瓦 快充接头形态为CCS2 对头不满意的车主 可以购买转接头使用并没有大问题 但开起来爽不爽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 原厂数据KWI MOTION于0到100千米每小时加速只需要8.5秒 毕竟190HP的极限加上1765千克的甜蜜负担 80千米每小时以上的再加速反应就没那么嚣张 急速也只有156千米每小时 但别以为KWI MOTION的加速性能数就是于福特国产Focus 1.5T这种等级 那真的太小看纯电动车的威力 毕竟KWI MOTION最大扭力高达36.8千克M 相当于福特国产KWI MOTION的最大扭力表现 而且可以在极低的转速一几步就爆发 完全不用等待 更没有变速箱 扭力转换器 离合器 从中做梗 因此KWI MOTION的时区驾驭爽度 大概就是Volkswagen Golf GTI这种等级吧 也就是说0到100千米每小时加速 没有6秒水准的燃油车款 请不要在市区和KWI MOTION尬车 我是认真的 输了请不要怪我没提醒 基本上KWI MOTION就是一辆动物脱兔 起步一条龙 高速一条X的190HP等级马力不算大的纯电动车 但是占助扭力优势 市区加速就赢了 如果您真的是开KWI MOTION这种等级的休旅车 建议在市区还是不要和KWI MOTION拼输赢 因为赢面不大 建议在高速公路上见真章 但还是建议不要太认真 因为一定要超过法定限速110千米每小时以上才能决胜负 冒着吃罚单的风险争着一口气 不划算 换句话说 KWI MOTION的加速性能真的很不赖 别说是够用而已 根本就是相当有乐趣 因此您应该不难想象 一辆300HP以上的后驱或双马达四轮驱动纯电动车会有多好玩 但话说回来 KWI MOTION售价为148万 上市优惠价为139.8万 如果您想要乐子 要高速威猛加低速敏捷加无里程焦虑感 买一辆Full Focus ST也可以 花费上也差不多 换句话说 KWI MOTION的加速与操控乐趣 在考虑整体花费 并非不能被燃油车取代 若说还要加点修旅机能 Full Focus ST也有WIGON车型可以买 所以如果不是抱着长鲜的观点 以及家里第二辆车偏多会行驶的考量 另一辆当然就是可对应长途旅行的修旅车 那么会选择KWI MOTION的几率还真的不高 毕竟要克服充电问题和里程焦虑二大一云 相信多数人都觉得不行 但是如果您已经玩你了油车 好想要试试纯电动车 那么KWI MOTION真的还算好入手 而且是K的车型 尺码和KWI MOTION差不多大 空间无余 技能无虑 天天开也不会嫌疑 因为加速与操控充满乐趣 不过KWI MOTION还是有一些加速与操控上的限制 因为是前轮驱动车 瞬间扭力输出又这么大 因此大脚油门踩下去之后的扭力转向问题相当明显 也就是前轮很容易空转打滑 状况虽数轻微 因为电子系统会介入控制与抑制 但驾驶者仍会察觉到异常的动态 不过这并非KWI MOTION的错 而是所有的前轮电驱车款都存在这样的疑虑 只是KWI MOTION并没有那么限制动力输出 以免影响加速乐趣 因此扭力转向也就跟住被放大出来 但基本上不会影响行车安全 前轮不会打滑到失控 关于KWI MOTION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之后再慢慢分析